就是殘留了病毒 所以我希望大家留意 就是守衛生非常重要 不要自己擦眼擦鼻 這個亦都引伸到我 17年前的一段旺時 個人經歷 當時我和 現在就是孔教授 當時是Dr. Ivan孔 和當時做Housman的Dr. Bontang 養和醫院最有錢的 microbiologist 當時在淘大花園 突然間有一晚 有75位病人進了聯合醫院 袁教授派遣我們三個小朋友 過去幫忙 其實想理解一下發生甚麼事 我們從此以後 每逢晚上下班 隔晚就去聯合醫院 去看看病人發生甚麼事 然後又拿一些標本回來 做一個病毒含量的測試 我們終於明白一個道理 就是原來 他們醫護人員感染 不是因為不夠N95 是因為他們在除了個人保護裝置 如果有機會不小心 就出了大事 因為當我們發覺 那個病毒含量 大家都知道 現在去到第十天 是最高的 他們一起病發 一起去到第十天 病情轉差 要聞氧氣 甚至一些冒化的程序 所以令到病房 充斥著很多核酸 令到SARS冠狀病毒 進入一個狀態 叫作 Opportunistic Airborne Infection 是一些特定的環境 特定的醫療程序 令到他真的經過空氣傳播 這個就叫作 Opportunistic Airborne Infection 我們無論當年 在凌晨兩點離開聯合 三點鐘離開聯合 我們這三個小孩 都用一個小時時間去治療 記住一個小時 是因為我脫衣的時候 旁邊兩位看著我 不小心碰到 你又碰到了 麻煩你再洗手 當年是沒有酒精搓手液的 是洗手 所以無論我們多累也好 我們不會去偷捕 但是你看回當日的醫護人員 因為他們的病房設計 沒有我們今天這麼先進 他一打開房門 就是整個SARS病房 你那套Full Gear N95 Facial Glove and Guard 是穿足一日的 一間的 所以到你下班那一刻 你有什麼心情 Sense of Relax 終於熬完了 那你的精神就會稍微 沒有那麼集中 你想想我們三個人去除 我都被人叫停很多次 如果沒有人看著我 我做了八個小時 然後去除這套衣服 你以為我有沒有機會 在除的過程污染自己呢 一定有 那我很累了 回家途中 哎 擦一下眼 擦一下鼻 是不是 這樣就會中招 所以呢 我奉勸同事 就是 我們那個感染控制指引 其實 已經比世界衛生組織所定得更加高 更加嚴謹 基本上如果大家 好像當日那位 很有熱誠的醫生 年輕的醫生 站起來 去指揮我 你是不是不跟世界衛生組織的概念呢 我今天都可以 很客氣 和很謙虛地去反問他 那你今天 是不是想跟世界衛生組織的概念呢 你可以帶這個 ASTM Level 1 的Surgical Mask 去照顧一個確診的患者 大醫管局 是給到最高規格的N95 給你們去照顧一些確診患者 還有我們不單止只是一個Mars 我們有全套的感染控制的裝備 我們會在一些負壓病房 有一個engineering的facilitation 去減低同時的風險 但是最重要的 都是大家 要明白那個科學精神的背後 就是你除那個感染控制裝備 不要污染到自己 所以任何最複雜的guide line 最複雜的scientific rationale 都是還原最基本步 就是我們的手衛生 那種病毒 我可以很有信心告訴大家 它基本上不是Airborne的 除非你有些很特定的武法程序 例如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 所以回應其中一條問題 無論你在general ward 在isolation ward 你做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 我們都要求同時 以最高的防護裝備 是要有N95 有一個eye protection either in the form of facial 或者Glocko 或者Wiser 去做這個程序 至於你說 不是喔 我們去到普通的 就是一個 我進去只是照顧病人 我不是做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 不過這是一個確定的案子 那你又說到空氣都沒有了 那不如你忍著氣進去 甚麼都不帶 是不是都可以的 但是因為我們明白 我們希望給最好的保護給同事 是給一個我們已知的科學 確具更高一級 去照顧一些確診的患者 明白嗎 所以我們都要求 你們進入去做一個 Patient Care Practice 都帶Full Gear 不過我們不希望大家 派一顆藥 又Full Gear出來 接著進去讀BP 又Full Gear出來 都能夠除掉 你是希望 盡量把護理程序整合 減低進入的次數 不是因為我們省著洗 不讓你用 而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個人經驗 我在聯合醫院 我筆下去了超過20次 如果我不是除了PPE 那麼謹慎 可能我今天都不是站著 可以跟大家說話 所以那個PPE最重要 為什麼我們盡量去減少 又著又脫的過程 最重要的精髓 是因為每一次除這個PPE 都帶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所以為什麼說到西瑪麗醫院呢 我是最重視這一點 所以當我們有確診個案 它只要有任何的運送程序 我自己 我的高級護理主任 以及我的ICN 我們是在現場 我們有兩位的武漢夫婦 在四季酒店住完之後來馬黎 她那晚要九點鐘送去瑪格列醫院 我們是完全整個過程監控著 由六點到九點半 我們就在隔離病房 因為那些支援員和安全 他們進來要穿一件PPE 他們穿得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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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運送完的病人 他們要避免的 他們避免得好嗎 所以這個是直接地監控的避免 我們昨晚又做了一次 我自己和我的ICN 晚上九點多 有確診病人要做CT scan 我們由整個運輸的過程的打點 他們耕吹 他們地耕 他們清潔 我們看法了 我們確保整個process 是smooth and safe 所以前線同事有信心 我們說話 他們就有公信力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服務承諾 我們說得出 真的做得到 當年H1N9的病人 要通宵去手術室斬腳 在ICU去 我們一樣回來 看著整個過程 雖然我在聯網分享 我們的CC跟我說 Vincent 你們不對 這些事情 不應該半夜三更做 我說 我都不想沒有搞好份 不過大問題 你的手術室日後這麼沒 我們都要晚上清空了 那層樓 我們才可以做 你以為我們專門虐待自己嗎 所以我們希望 就是 感染控制的團隊 可以站在你們的一邊 我們不只是指指點點 你們平時 做好手衛生 我們說 感染控制是 no blame culture 是有事的時候 我們跟你在一起 我們站在一起 一條前線上打仗 我希望大家 都明白到 我們經常都說 不要怪我們的感染控制護士 或者我們的ICO 因為我們 其實所做的工作 其實精髓就是 吃力不好好 做了看不到 明白嗎 因為做了事情 沒事發生 好不好